欢迎大家收看 KUWA Channel 看片前记得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 和按旁边的小铃铛 Poco宣布香港推出全新中阶 5G 手机 Poco X5 5G Poco X5 5G 虽然是一个中阶定位的 5G 手机 但官方仍称它拥有出色性能和游戏娱乐体验 Armorine 比用户带来优秀的视觉感受 还要是自己用了 6M 工艺制程的处理器 到底在 Poco X5 5G 是否真的有这么好的表现呢 我们立刻搞搞它 Poco X5 5G 采用了 6.67 吋 2400 x 1080 像素的Armorine 穿拢屏幕 支援 120Hz 更新率 240Hz 的触控採用率 SGS Eyes Care Display 护眼认证 SIM Nest Pro Display 流暢认证 还有 DCI P3 的色域等等 支援 NFC 蓝牙 5.1 AI 人面解锁等等 规格来说是符合它的价格的 采用了金属磨砂的机背设计 不易线手 指纹不会再留在机身上 握感也不错 机身也不算太重 单手操作是没问题 右边的电源键就整合了指纹变色 机顶除了红外线发收器之外 最重要是保留了 3.5mm 的耳机插槽 三选二卡槽的设计 支援双卡双代 或者是只剩一张 1TB 的 MicroSD 卡 抗充都可以 我们来看一张 三八四零乘二四零像素的图片 屏幕的光度都算是OK的 影像色彩鲜艳清晰 色彩的呈现能力都是中等以上 缺点是边框比较粗 Full Screen 的观赏体验就油麻地了 我们在YouTube 看一段1080p 的电影 trailer 影像播放流畅稳定 画面清晰 光暗对比都明显 可惜的是暗位的细致度表现不足 另外在声音方面 只有机底一个单喇叭 声音就够大了 但立体感就零分 Poco X55G 采用了 Snapdragon 695 处理器 最高8GB LPDDR4X 的 RAM 配256GB UFS 2.2 最高可以做到虚拟5GB RAM 的扩充 基于Android 12 的 MIUI 13 界面 透过安兔兔的应用程式进行跑分 分数是40万分左右 性能在同价位手机中都算不错了 手机和其他 Poco 手机一样 内置了 Game Turbo 的游戏加速功能 能够在打机时加强性能的表现 并提供这些绿制屏幕 色屏幕、色屏幕挂机、计时器等等功能 来到试下打机方面 用这个60fps 极高画质、极高解像度、高品质特效 玩这个英雄联盟激斗峡谷 画面流畅、FPS 稳定 屏幕的触控操作手感都出色 跟手性不差 不知是机身散热能力强 还是本身W不易 用最高性能玩超过半个小时后 机身都是微微暖的 音效方面 亦因为只有单喇叭的输出 就未算有什么特殊表现 声音就叫听得清 但就没什么质感了 Poco X5 5G 具备5000mAh 的电池 支援33W 的快速充电技术 用50% 光度透过 PCMark 应用程式 进行电池续航力测试 电量量100% 跌到20% 随时大概15 钟头 续航能力算是不错的 相信就算闲时弄两手打机 都是够用一天的 Poco X5 5G 具备4800万像素的主镜头 800万像上的超广角镜头 以及200万像的微距镜头 前置镜头是1300万像素 手机支援夜景 人像、微距、缩时摄影、慢动作等等 有齐现在流行的基本拍摄功能 叫做够用 4800万像素的主镜头 其实表现就不一样 相片的色彩还原度都叫做合格 不过相片的清晰度就差点 而且有一颗灰蒙蒙的感觉 明显是对比度差的表现 800万像素的广角镜头 或者略然曝光不足 色彩灰暗 细节不够 我们来做一个总结 Poco X5 5G 提供了 6GB RAM 配 128GB ROM 或者8GB RAM 配 256GB ROM 两个版本 6加128版本只有黑色 Alex 配 goodies 8GB ROM 8GB ROM 手机本身拥有不错性能表现 虽然 Snapdragon 695 不是一款太强的处理器 甚至可以说准备結程 可能可能是中低階水平 但配上了 Poco X5 5G 记忆体抗充 及 Game Turbo 游新授件交上游戏 游戏价器加速以后 基本上已经能够很轻轻 显� 手机 foreigners 而且足够流暢 屏幕的表现方面 显示能力也算是不错的 拍摄能力方面一般般 日常用下就OK 但表现不算太突出 整体性价位表现还是相当吸引的